在上一節 我们讲到大陆的碰瓷党 这些碰瓷党后来都一一被揭穿 他们的轨迹了 但是在山西有一户人家 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梦见同一个女子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家人的家长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就找个道士来帮我们家里面 除妖一下好了 结果真的来了一位道士 这位道士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三昧真火 他把这个鬼给烧掉了 真的烧掉了吗 还是这名道士也是个碰瓷党呢 是 立冈其实这个事情 发生在山西的网水村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村落 然后里头有个叫老横的家庭 那一家本来都很平静无事 大家就各自工作务能为生 结果呢 他有一个儿子叫小强的 就是突然开始 每天有点茶不思饭不想 吃也吃不下 生病了 对 好像是生病了 他们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没有啊 就是我从半个月前开始 我就每天晚上都做梦 一到晚上一睡着 就看到一个白色 穿白色衣服的女孩子跑来找我 主要老横呢 自己有一天开车 开到一半了 突然间轰咙打雷 闪电就砰砰过去 他把他吓了一跳 那本来吓一跳就算了 也没什么 可是你知道这个闪电 一闪完之后 他居然真的看到一个白 穿白色衣服的女孩子 就在他面前 所以他吓到了 然后就接人家介绍呢 就人家就介绍一位大仙 一位大仙来帮他 就是要收妖除魔了 就是大仙一来看 就说 这个我知道了 你这是被一个女鬼附身了 证明给你们看 这里有女鬼 叫他你们拿一碗清水给我 叫他们就拿 如言拿一碗清水给他 叫他就把那个清水 放在那边 放在一个石墙旁边 他们屋子旁边的石墙 然后对着那个 那碗清水念念有词 然后这样突然间 砰一声 你知道就冒出了紫色的烟 等一下 那个清水 对 冒出了紫色的烟 是啊 那个这样看起来很神奇 就像画面上中一样的 对 然后就 被那些人都吓了 村人都吓得目瞪口呆 然后他说你看 因为这个女鬼 为什么会冒出这个紫烟 因为这个女鬼本来是火命人 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然后你一定要小心提防 那他 你知道他走的时候 就是 大家都很害怕 他那个 那个老衡啊 夫妻还偷偷塞两千块人民币给他 就请他拜托 大仙你一定要救救我 因为他们发现 大仙居然能让那女鬼现行出来 然后结果呢 这个大仙 还走得出来 还好像舞台唱戏一样 三天 三天之后 我一定回来收服你 然后三天之后 我们大仙真的回来咯 回来之后呢 然后结果 就 开始做法啦 弄一弄 然后就他突然说 看我的三昧真火 我把你烧 烧掉 就居然他这样手一指三昧真火 真的 一冒出火花出来 这么厉害 这个就神奇了吧 但是这个火花没冒多久 就像出宫上面这样子 三昧真火就出现了 这样就冒出来 可是冒了一下 就消失了 没有多久就消失了 然后 这个时间非常短嘛 然后大家半信半疑 之前在想说不知道干嘛 然后大仙就说 好 这个女鬼已经被本大仙收服了 一个三昧真火出现就收服了 以后你们一切平安无事了 那大家想说 好吧 既然大仙都这样说了 人家法力这么高强 我们也只有相信 相信后来呢 小强就继续 在家继续生活 结果 还是每天晚上做梦啊 等一下 不是收服了吗 没有 结果他们 每天晚上那个白衣女子 还是来找他 每天晚上还来找 那大仙没有真的收服他 是 结果呢 他们只好没办法 这个大仙既然不领了 就跑去找医生 结果医生呢 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会做这个 没有什么 因为少年人嘛 因为青春期到的嘛 你做的是春梦 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春梦 不是真的梦到一个 白色衣服的女子 那老恒为什么会 打来闪电 就一下子看到 一个白衣女子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你平常心里头 就在担心这件事情 然后结果突然一下打 你受到惊吓 你会产生一种幻象 那其实呢 像大仙做的这些东西 你知道 像比如说那个紫烟 其实就是点加铝 加上水 就直接就会冒出紫烟来 你是说用了化学药品 是 所以才能烧出紫烟出来的 对 那个三倍增火也是 三倍增火不是大仙 手挥一下就有三倍增火出现吗 那一样是化学的成分 那也是化学的成分啊 就是比如说硫粉 淋粉 再加上水头 你这样一喷出来 也是一样会有点火花出现 所以你就说那大仙是做假的 是啊 那他难不成就是碰磁党吗 我跟你讲 他根本就是碰磁党 就是一个魔术师而已 原来啊 金大仙 他根本是用个骗术的方式 来骗了老衡他们这一家 但是呢 我们请来了化学老师 李华 我问你啊 是 这个金大仙 他怎么样用那种三倍增火 能够这样手上就呼个有火出来呢 用的是什么样的化学药剂 还有一个方法 其实这很简单 一般江湖术师 像道士那个 比如说它有那种剑 插到符咒上面 沾一点 你看起来像水的东西 你说像电影情节大中 就烧起来 对啊 那就是一些化学药品 像那个就是直接拿白磷 融在二流化碳里面 那因为二流化碳是透明的 那白磷 因为它今天你拿出来 它是黄色 所以白磷又称黄 你把它融进去 整杯看起来是透明的 对 那我这样沾你看得出来 我沾水还是二流化碳吗 看不出来 然后在空中挥两下 它就自己烧起来 因为零很容易烧 对 所以其实就是零 我这样子丢 只要温度够 它就有可能烧了 所以并不是说 它的倒法有这么的高 而真正能够起火的 对 起火其实很简单 超简单 那老师 你能不能来示范一下 像刚刚你在外 我们摄影棚外 有做过示范 那三昧真火 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好 那其实真的超简单 那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 我不能说它是什么 我告诉你 我这边有三种药品 你说就靠这三种药品 对 就靠这种 可以出现三昧真火 没错 而且不需要点火 不需要点火 这才重点 不需要点手 火 你就可以出现火了 对 这么厉害 来 我稍微说一下 我们今天把第一种药品 先倒下去 倒在中间 然后呢 再倒第二种药品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三种药品 就可以出现三昧真火了 最后是加水这个动作 一般我们的想法是 水加下去是灭火 可是我这个装置 水加下去是让它 能够烧起来 所以你的意思说 加了水下去之后 它碰到水 碰到的水分 反而会变成 有一个起火的状况 对 原理我稍微讲一下下 那个水可以让它解离 去让它变成强氧化剂 来跟它产生反应 产生氧化反应 那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刚刚在外面做的这个 化学药剂的反应 究竟是什么样的场景了 从分割画面上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刚刚老师加的方式 我们在摄影棚外面 也做了这样的方式 你看也是一模一样 那老师 您继续解说 一瓶盖的水 你看我只有一瓶盖的水而已 就倒下去 就是水倒下去 对 而且一点点还不到一瓶盖 有没有看到 只有一点点而已 很快 很快 有没有 冒烟了 再来你看那个火的量 怎么会这样子呢 明明是水 对比你看到那三分之后 还要大 有没有看到 可是我们明明是要用来 水是用来灭火的 对 用来灭火的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里面的药品 那你的意思说 倒射的骗术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吗 这超容易 其实不止这个 还有一些酸碱指示剂 也可以拿来骗 等一下 酸碱指示剂不是在 测酸碱用的吗 那怎么可能会做出来 这样子会冒火的画面呢 大陆曾经发生过一个 一起事件就是这样 它把一种叫做 分泰指示剂 倒在你们家马桶的水里面 然后你看起来 整个是透明的 可是当你按下去冲的时候 变成红色的水了 什么 看起来血水 水变红色了 对 为什么 因为马桶里面是碱性的 对 所以这样 那个分泰指示剂 一碰到碱性变红的 它就告诉你说 你家不干净 这个也是一种倒射的骗术 对 你看真的是血水 这个时候它就跟你收拾 然后